而为了推动电动车产业 政府寄出了补助方案 对电动机车充电与换电 两种机制同时提供补助 预计最快明年启动 目标是五年后 电动机车年销售量成长六倍 渴望带动相关产值数百亿元以上 外形轻巧可爱的电动机车 启动向前行驶 不但安静无声又兼具环保 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电动车产业 寄出各种补助方式 除了像这样子换电池的充电方式 或是到充电站充电的方式 政府都有给予补助 重型级轻型补助一万元 小轻型七千两百元 若是使用国产电池呢 还能加码补助两千元 目前电动机车市场 有两种充电方式 一种是采取换电池的充电法 GoGo Raw市占率占有六成 另一种则是直接充电室的业者 包含三阳 中华等业者紧追在后 为了达到2021年20万辆的目标 传出经济部以弥妥方案 采换电与充电并行方式 政府严拟与超商中油 或中华邮政等合作 在充电站及换电站的设置方面 予以补助上限为30万元 电动机车政府它有很多的 这个政策上面的支持 他们有不同的对于消费者的 购车上面的补助 那我们相信在这样子的支持之下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 电动机车在这几年在政府支持 它其实有很大的市场上的 长座进展 那其实我们预计啦 在2017年这一年 它一定会有这个销售上的 倍数上的成长 我国电动机车市场 近两年成长迅速 2016年更是以倍数成长 一年的销量就将近2万台 不论是在换电或充电方式 都期盼在政府的加码补助下 对业界能有正面发展 它觉得说充电也许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 第一个跟国际也比较接轨 第二个可能在我刚才提的 这几个点 8万材料化学进步 8万奇数的进步上面 可能也许有一天 会比这个交换单来的便利 不论是充电或是交换 基本上它们都是赞成的 业者表示 除了给予消费者端补助之外 也渴望对于研发端 多多给予关注 研发出新的产品 对产业更有加分发展 补助方案预计最快 明年可以实施 经济部预期目标 5年后电动机车 年销量6倍成长 渴望带动相关产值 数百亿以上 这位黄艳章台北采访报导